我现在来介绍的是广义的三角函数 何谓广义的三角函数呢 我们前面所用的三角函数都是角度都在90度之下的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要介绍的是90度以上 也就是推广的状况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先画一个单位圆 何谓单位圆 单位圆的意思就是半径为1的叫做单位圆 这个的话呢半径为1 我画了一个圆 画了一个圆之后的话呢 我们现在来看圆上面的这个点 这个点的坐标的话呢我们怎么看 这个点的坐标什么叫做坐标呢 直角坐标 这边是圆点 那这一段叫做什么呢 这一段叫做X 这一段叫做Y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坐标叫做XY 可是我们的话呢 根据我们的三角函数的定义 假设这个地方是叫做θ 我们来看一看 Sineθ是什么 来我们先看Cosine好了 Cosineθ的话呢是斜边分支 零边 斜边我们已经知道是1了 那零边呢 X 那各位同学知道了 X就是Cosineθ 再过来呢 Sineθ是什么呢 斜边分支对边 对边是Y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你可以知道了 这边我们本来要写的是XY 那我现在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Cosineθ Sineθ 也就是说 这个圆上面的任何的坐标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角度来表达 这个角度的话呢 绕了多少的话呢 这叫做Cosineθ Sineθ 然后至于说的话呢 我们的计算的话呢 我们的话告诉各位同学 特别角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有背过特别角吗 你们背了30度 45度 60度 那今天的话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节的话呢 可以学到更多的特别角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从这边以这个X正向的X轴出发 往到 一直在 弯到这边来 请问一下是几度 90度 到这边来呢 180度 到这边来 270度 绕一圈 360度 好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现在先定一个四个向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是第一向线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第一向线是正 XY 无论X跟Y都是正的 来第二向线呢 左边 这边是 负 正 第三向线 应该没有问题 这边大家都知道是负 负 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 X是正 Y呢 负 来我们现在的话呢 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哦 什么结论呢 如果X角度是在第一向线 不论cos跟sin都是正的 如果角度是第二向线呢 cos是负的 sin是正的 你们看一下 cos指的是左边 sin是右边 如果是第三向线 sin跟cos一律为负 第四向线的话呢 依照上面的指标 我们的话呢 做出来 然后顺便跟各位同学讲 这个地方的坐标是多少呢 这个坐标 1 0 这个坐标 0 1 这个坐标 负1 0 这个坐标 0 负1 好 现在的话呢 我来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原则是这条线 这叫做x轴 各位同学的x轴是几度 0度 也是180度 各位同学的话呢 180度 0度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现在来给各位同学 复习一些三角函数的一些特别角 来各位同学请看 sin30度 同学还记得答案多少吗 二分之一 没错 现在的话呢 我要问的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题目了 那各位同学注意这个题目的写法啊 sin的120度 这是等于多少 那我教各位同学怎么看 我们的重点是在这条线 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的坐标的话呢 以180度为一个基准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120距离180是差几度 差几度 我们的话呢 是一个差距来看 所以是这样子的 差几度呢 差60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sin的60度的值 再来看正负 请问一下 这是第几项线的角呢 是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 sin是正还负呢 sin是正 所以答案是几 二分之 根号三 来我们再做几个练习题 让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来看看cos的 cos的240度 答案是多少 那我们怎么计算 240度距离180差几度 差60度 我们的话呢 那个值先把它写出来 它是60度的值 再来看正负号 240的话呢 是在第几项线 第三项线 所以cos的话呢 是负的 这边就直接加一个负号 再过来看一下 等于多少 cos60度就是sin的 30度 所以是负的二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 依此类推 把它所有的题目 都可以算了出来 那最后的话呢 我要还要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是cos的90度是多少 这是在轴上面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90度落在什么地方 这边 90度cos值是在前面 sine是在后面 所以cos的值是几呢 是0 那顺便问各位同学 sine的270度值 是多少 同学能不能写得出来呢 270度是在底下 sine是在看后面 各位同学 可以写出答案来吗 负1 所以的话呢 我们根据这个图 我们并没有背很多很多的数字 其实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三角函数的话呢 只要把这个图的话 能够融会贯通了之后 其实任何的特别角 只要是跟特别角有关系的 我们通通都可以写得出来 那广义的三角函数的计算 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